那接下来麻烦点回来订单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知道 各年的利润 老板也会想要知道 在产品别里面 他的获利表现 甚至是同期比较 我现在是要用年来去看这件事 我要用的是产品类别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产品类别 所以我想去分析产品类别 怎么做 首先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 接下来因为我想知道是各类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类别 所以请勾类别 他的利润枢纽分析确定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去做格式 所以千分位符号减少小数位数 还有请把它排一下序 为什么要排序 老板日理万机 你最好做越简单的图 只要让他看 只要让他记住 办公用品利润最高 接下来设计这个图的设计选择这样子 他不用画趋势线 为什么刚刚这边要画趋势线 是因为这是连续型的数据 请问类别型的资料能不能画趋势线 不行 因为办公用品跟技术没有前后关期 这张图应该叫什么 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他的知识是什么 办公用品类别利润最多 刚刚这边是各年利润统计 我们看到2013最低 再过来2014 再过来2015 2016越来越高 所以知识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叫做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好 我刚刚做几个动作 我做的是各类产品 是这产品的利润统计 然后事情呢 插入书柳分析表 确定 接下来做什么 做产品的主类别 所以页这边放的是类别值 这里面放的是利润 接下来就是要画这张 请问在这里面图 最容易看懂就是直挑图 所以直挑图 再接下来麻烦请把它排序一下 由大排到小 为什么是由大排到小 是因为这边要先让老板看到 只要老板记住这件事就好了 我们公司的主要类别 有以办公用品跟技术为主 接下来这边记住 数字的基本的听力 标题以及写知识 还有换工作表名称 是由大排到小的 我是大排到小的 如果我是大排到小的 好 好 我还是大排到小的 对 好 好 哦 好